开箱及配件介绍 打开包装盒,我们可以看到 飞行器主体 充电适配器 充电座 两块电池 保修卡 说明书 两套桨 一个螺丝刀 开机说明 将电池插入充电座卡紧 将充电适配器连接充电座 将充电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充电适配器显示红灯 开始充电 充电适配器显示绿灯 完成充电 插入存储卡 将电池推入电池仓 卡住到位 关闭后盖 取下镜头盖 打开Skanda机头下方电源 同时将Skanda尾部朝向自己 水平放置在起飞点 绿灯亮起 说明飞机可启动 操作及界面介绍 下载Skanda控制软件 苹果手机请在App Store下载 安卓手机请在百度手机助手或应用宝下载 进入手机Wi-Fi设置 找到并连接Skanda 密码为最后8位数值 连接成功后 点击应用图标进入控制界面 户外请使用户外模式 室内请使用室内模式 户外模式 请先确认GPS图标常亮 才能起飞 界面左侧 为菜单栏 重力模式 摇杆模式 手势模式 按钮模式 重力模式为例 左侧按钮 上与下 图标为上升与下降 左右图标为 控制飞机水平左右旋转 页面右侧为重力感应区 可控制飞机飞行方向 请在使用完Skada后 短按开关键 关机 并在不使用Skada时 将电池取出存放 并使用镜头照 将镜头照住 谢谢观看 和声明镜头照